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伙在单位啊 反正就是在社会上吧 整个社会的成分 社会的局面就是这样 只要当头的搅着你成 怎么着都成 当头的搅着你不成 实际就是说关系没搞好 你再怎么能干 瞎扯 这就是党国之下一种体制 一种现象 而且呢 这种现象呢 贯穿上下 法律法规呢 有 非常健全 那东西是给别人使的 那台湾陈水扁这件事情呢 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局面 国内的这个局面呢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前两天 那陈水扁这个案子结了 全家都被判决了 那在这个背景下 据说国内呢 非常的低调 低调又低调 自由亚洲电台呢 登的文章是这么说的 陈水扁贪污案 全家被判决 那大陆和香港媒体却大有不同 文章提到说 那陈水扁这个贪污案呢 其家人应涉嫌尾案 被判半年到一年不等 而大陆和香港的媒体呢 都有报道 但是报道本身却出现了巨大的差别 文章里呢 他首先采访了大陆的媒体人 北京作家林苍周 他说 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特别是看到相关报道之后呢 讲陈水扁大陆一直都是很反感的 所以陈水扁家人被判刑呢 大陆媒体当然是黄楼和尚看翻船的感觉 像这一类的事情 我想在平面媒体 他们不会做重要的版面 比如说头版之类的 他们都不会 因为怎么去评价台湾的民主进程 和他们的反腐以及权力的这种制衡 我觉得大陆媒体应该反思 大陆的媒体根本他没有权利去决定 怎么来报道这件事情 第一 第二 如果真的按实情 按着评论去报道的话 你说得把党和党的领袖 我是说共产党的和党的领袖们 得修成什么样呢 那文章里又接着说 如果你只看到台湾所谓乱的一面 而看不到台湾人民对当权者的制约 我觉得这是媒体的短视 至少你在媒体评论方面和言论版方面 应该做一些评论 这个所谓的乱 跟今天共产党所吹嘘的稳定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相生相克的道理 所谓的乱恰恰是莫大的稳定 对整个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的 台湾社会当中的所有的台湾人 都是莫大的安慰 而所谓的稳定 今天在国内恰恰 对每一个大陆人形成了一种 莫大的未知的恐惧的那种乱 这个这种对比太强烈了 那文章里他又提到 在香港的媒体当中 对这件事情的报道 他特别提到 苹果日报在头版 以陈水扁全家判监为题 图文并茂的描绘出 整个当时每一个人 所获得刑期 以及事情本身的情况 而又表示此案 定对中共贪官起着警示作用 体现法律制度下 人人平等的精神 正是这个精神 正是这种震慑作用 所以今天党 共产大陆 一定坚持一党专政 一定坚持党的领导 一定要把法律 作为维护党的稳定 党的领导的一个锐利的武器 因为真的把大陆 像台湾这么正体的一改革 哥们们全都泄菜了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能那么做吗 绝对不能 所以党的利益 是今天国家的核心利益 而大陆的另外一位维权人士 孙文广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现在他这个判刑是很公开的 哪一天开庭 所有人都可以去旁听 有一些问题都在报纸上公布出来 这种情况与大陆相比 形成巨大的反差 而大陆很多情况是秘密被审判 而北京大学的前教授 焦国标是这么说的 大陆官场贪官污吏 普遍都是 那目前被揭露的是很有限的 但是台湾法院的本身的判决 定会令中共官场各级贪官 和他们的家人恐慌和震动 而香港信报呢 在星期三评论时说 大陆近年来掀起了 打大老虎的反贪风暴 但是至今为止呢 涉及到最高级别呢 仅仅是政治局委员一级 既是大官落网 那审判是否公正 背后是否有更高层人物插手握旋 老百姓一概不知 这事都是门清的事 老百姓太清楚 太清楚呢 清楚的是说 一定后头是权力斗争的结果 是力量权衡的结果 那老百姓不清楚呢 就是不知道谁在里头插了一脚了 至少 是